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东北季风已经离开了 然后再加上受到了偏西南风的暖空气的影响 所以今天全台湾各地其实都是相当稳定 大概只有花莲有30%的降雨几率 那么其他地方包括了宜兰台东 还有整个西半部从基隆一直到屏东 还有离岛的金门马祖澎湖地区 都是属于多云道情 降雨几率都在20%以内 而且温度就明显地回升 那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来到了20到30度 当然清晨温度还是偏低 20度其实是这个要穿保暖的衣物的 但中午的30度的高温 那就是像夏天一样的炎热 要开冷气然后呢要注意防晒防中暑 多补充水分 至于在中部地区呢是22到31度 南部地区是22到33度 东部地区是20到29度 澎湖地区是22到27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宜兰21度 台中花莲22度 台南高雄台东跟澎湖都是23度 那么这样的天气形态会一直维持到明天的白天 明天晚上又有封面来报道 要注意呢温差会变得非常的大 礼拜六呢还跟今天一样维持着高温 但是礼拜六的晚间就会迅速的降温 礼拜天呢 北部地区的最高温呢会降到212度 跟这两天的30度相比明显的降温 所幸呢这又是一个快闪封面啊 主要的影响时间就是在礼拜六的晚间 一直到礼拜天 礼拜一呢整个的这个封面就减弱了 水气也减少了 温度也会比较明显的回升 不过呢这就提醒大家 未来三天波动幅度非常的大 明天白天还好 礼拜天明天的傍晚就立刻开始出现了 封面通过的天气的变化 要一直等到礼拜一 才会再回到稳定而相对温暖的天气状况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高雄公益指数上涨了524点 收盘指数是33826点 涨幅1.57% 纳斯达克呢则是大涨了287点 收盘指数是12142点 涨幅高达2.43%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79点 收盘指数是4135点 45点 涨幅1.96% 非诚半导体呢是四大指数当中呢 相对疲弱的 昨天开低 不过最后呢 仍旧在纳斯达克的这个带动之下呢 翻红 最后呢是上涨了18点 收盘指数是2941.59点 涨幅百分之0.64 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油市 油市的部分呢 经过了连续的大跌之后呢 昨天出现了止跌反弹 就跟美国股市是一样的 纽约油期货价格上涨了0.46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4.76美元 涨幅百分之0.62 北海布兰特原油则是上涨了0.5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8.22美元 涨幅百分之0.64 那农量价格的部分呢 全数下跌 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百分之0.78 芝加哥小麦期货大跌了百分之1.91 芝加哥玉米期货大跌了百分之2.07 至于在贵金属的部分 全数的上扬 当然也是一个反弹的行情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3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1999.00美元 涨幅百分之0.15 白银的期货涨了百分之0.55 铜的期货上涨了百分之0.58 把金的期货也上涨了百分之1.06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 昨天美国公布上一季的经济成长率 那么其实是远远的不如预期 不过没有影响到美国呢 在5月下个礼拜呢 要升息的态势 所以虽然经济表现不如预期 但是呢通货膨胀仍旧相当严峻 所以下礼拜还是要升息 所以呢美元指数呢 在今天凌晨只有小幅度的 微升0.02个百分点 来到101.49 这里面呢美元对欧元升值 但是呢 然后也对日元升值 但是对英镑贬值 但幅度都不是太大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涨跌互建 英国金融市报价股价指数 下跌了21点跌幅百分之0.27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17点 涨幅百分之0.23 德国法兰克指数小涨了4点 涨幅百分之0.03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其实如果就经济 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美国昨天交出来的经济成绩单 其实不是 是属于利空多于利多 那么美国上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呢 那么计增年率只有1.1% 它是拿今年的第一季 跟去年的第四季相比 然后接着换算成为 如果再为一年的话呢 计增年率1.1% 这要比预期要来的低太多了 也比去年第四季的表现来的低很多 去年第四季呢 计增年率呢 有2.6% 那即便是预估呢 是2% 所以呢 1.1%要比预期的2% 或者是比去年第四季的2.6% 要来的低很多 而这里面呢 另外一个让人担心点呢 那就是通膨 美国联准会呢 最重视的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年增率呢 还高达了4.2% 如果扣除掉能源 还有一些粮食啊 这些波动幅度比较大的这些商品之后呢 核心PCE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物价指数 更是高达4.9%的年增率 那这一点呢 其实你从 只有计增年率1.1%的经济成长 然后再加上 这一个通膨呢 4.9%高于预期 其实它比较接近于停滞性通货膨胀 所以呢 它无法阻止联准会呢 在下个礼拜继续的升息 但是呢 这个衰退的隐忧 确实是严峻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 美国股市其实是上扬的 那么这个 当然昨天还有经济数据 包括了美国呢 上周初次清理事业就金人数 23万人 要比前一周的24万6千人 大幅度的减少 1万6千人 也比预期的 要来的少很多 所以就位市场 还是非常的热络 另外呢 美国的4月份的 坎萨斯联准银行 制造业综合指数是负10 比预期 也比前一个月的数值 都要来的低很多 所以在就位市场 仍然就热络 但通膨也就 仍旧严峻 不过呢 就经济数据上面来讲 都有下滑的压力了 不过你看到 美股还是上涨的 主要就是 昨天的所公布的财报 其实都要比预期 要来的高 这里面呢 包括了像是Meta 就是Facebook的母公司 Meta呢 它在前一个交易日 盘后所公布的财报呢 它比预期要来的高 虽然说我们看到 微软呢 它的这个营收呢 年增3% 它的净利润呢 跟去年同期相比 是年减24% 即减少的幅度蛮多的 可是已经比预期好了 预期呢 是要年减32% 它的EPS呢 也高于华尔街的预期 所以我们就看到 Meta的股价呢 一口气 狂飙了13.93% 也是带动着美国股市 尤其是纳斯阿克 大涨超过两个百分点的 重要原因 到目前为止呢 在科技的五大天王当中呢 包括了Meta 还有微软 然后以及Alphabet 那都公布了财报 而且都是优于预期 表现良好 现在只剩下苹果的财报 那么这个是 我们现在看到在财报的部分 好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Sansung 三星 三星呢 昨天呢 也公布了财报 那么巨额亏损 它的单季的营业利益 跟去年同期相比 暴跌了95% 不能算亏损啊 就赚钱的获利的能力呢 哇 大幅度的下降了 95% 只剩下去年同期的 5%的这样子一个利润水准 那是14年来呢 最惨的第一季 不过三星呢 它表示 估计呢 第二季可能就是谷底了 虽然第二季的财测 也比预期要来得低 但是呢 预估下半年 市况就会回温 所以呢 股价呢 也就跟着密室的收账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三星呢 也带动了相关的 半导体类顾 同时三星呢 也在 在它的这个财报 公布的情况之下呢 强调 公司对于 记忆体 就包括D-REN Naflex 的这个减产呢 可能会比预期 还要来得多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 费城半导体当中呢 跟记忆体关系最密切的 美光呢 它的股价就大涨了 百分之 1.44 好 这是三星呢 它的 获利大幅度的减少 但是呢 它未来的 D-REN的减产 就会 非常的 这个超乎预期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德银 这德意志银行 欧洲的德意志银行呢 虽然在之前的金融风暴当中 不断的被点名 可能是下一个瑞士信贷 不过 它所交出来的 第一季的成绩单 相当的亮丽 创下了14年来 最高的 这个获利 就是年增的 百分之十二 它的获利呢 也创下10年来的 最高第一季获利 而且已经是 连续11个季度 将近四年的时间呢 都是每一季每一季都是获利的 所以德意志呢 可能有机会呢 已经摆脱了 最糟的状况 另外我们看到 微软呢 它要花这个750亿美元 收购动势暴雪的 这一个交易案 那因为现在英国政府呢 严格的检视 认为有垄断之嫌 封杀了这个收购案 再加上包括了 美国跟欧盟呢 也要调查市场 垄断的嫌疑 这里面都凸显出来 现在呢 在保护情势 升温的情况之下 全球政府对于 科技大厂的监管 越来越严格 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在最新的一些 这个财报的消息 不过中美之间呢 我们看到 关系上面 人就非常的紧张 那么现在 美国的国会议员呢 联名写信给商务部 那要求呢 要将这个美国 中国大陆的云端业务 也要列为制裁的实体清单 这里面被点名的就包括了 阿里云 还有华为云 而美国商务部部长呢 雷蒙多同意 考虑要列入实体清单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去美元化的压力 那么阿根廷呢 昨天呢 加入了去美元化的行列 那么宣布 那么所有跟中国大陆 之间的贸易 将要用人民币来支付 从中国大陆进口的 这一些商品 那么估计呢 下个月的规模就上看 10亿美元 好 另外我们再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呢 他们公布三月份 在跨境交易的贸易结算的时候 包括贸易 包括金融的交易的时候呢 他的这一个使用的货币 人民币已经超越美元 48%使用人民币 47%使用美元 如果你去对照 2010年的时候呢 在中国大陆内部的跨境交易 这个完全 几乎没有用人民币 来跨境交易的 而83%是用美元来交易 你就知道这个影响 有多么的大 好 不过中国大陆呢 昨天公布了 今年第一季的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率 这个利润率呢 它在往下降 那么降幅呢 是21.4% 但是呢已经比12月 当时的年减百分之22点多呢 其实已经是缩小了一些 好 接着我们来看到 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呢都是上涨的 上升综合指数上涨了21点 收盘指数3285点 涨幅0.67% 深圳城市上涨了31点 收盘指数11217点 涨幅0.28%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64点 收盘指数是19821点 涨幅0.33% 好 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在半导体呢 其实已经出现了 回稳的迹象呢 开低 不过很快的拉高 不过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上涨了36点 收盘指数15411点 涨幅0.24% 成交金额2023亿元 OTC也出现了反弹 上涨了1.04点 收盘指数是205.95点 涨幅0.51% 成交金额萎缩到640亿元 好终于出现了 直稳的迹象 不过在基本面的部分 昨天呢 这个国发会呢 公布了警戚报告 那么从警戚报告当中呢 因为受到了终端需求 还是疲弱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呢 三月份的警戚灯号 继续的创下了蓝灯 已经是从去年11月开始 连续第五个蓝灯了 那么警戚对策信号的分数呢 是11分 最低最低的9分 其实只差2分 因为它一共有9个项目 每个项目的最低分就是1分 所以最低也不过就是9分 那现在呢一共就是11分 那么另外呢 在领先指标的部分呢 有看到回升 不过回升的幅度呢 放缓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国发会呢 表示目前 初步在之前呢 曾经看到有景气 国际景气区 这个看到景气落底的讯号 隐约的浮现 但是呢 最近这一波国际的景气趋缓 那么究竟呢 景气什么时候才能够落地 现在已经是不确定了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中央大学昨天公布了 4月份的台湾消费者信心指数 继续的往下滑落 而且除了股票投资的时机的信心 微幅的上升之外呢 其他所有的指标 通通都是下滑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第二个目标 5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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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